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横折题和撇折 先来看横折题 横画略短,到书中线上垂直向下 题画出一个小尖尖 再来看撇折 在书中线上起笔 向左撇,折角发力,向右 接下来来写一下横折题和撇折 好了,同学们,快来动手写一写吧 来,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看 诗和隐这两个字 诗左右结构,横折题藏在左边的偏旁当中 那第一点,我们就要注意沿字旁的写法 点横分离,横折题,横画像上倾斜 折下来要提出去一个小尖 左偏旁要写的稍微小一点 第二点,右边的这个寺庙的寺 上边是土,注意竖画是这个字的最高点 横画略短,第二横略长 第三点,下面是一个寸 寸字我们要注意竖沟拉长 是这个字的最低点 那竖沟和上面的土 这两个竖画有没有对齐啊 没有,对吧 竖沟有点靠右了 现在呢,我们来写一下诗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字 寸,想要写好这个字呢 第一点,撇折咱们的主笔画 主角出来了 在书中线上起笔 折往上倾题 右点要把这个折画斜度要拉下来 第二点,下边的R 第一笔是斜撇 斜撇向左下角竖展 第三点,竖弯钩 竖画拉长,弯略带弧度 撇和竖弯钩有没有挨住呀 对了,是分开的 好了,现在呢,我们来写一个语音 好了,同学们 快来动手写一写吧